我們這兩盆日本杜鵲 一盆叫做花皮 這盆叫花皮 然後這盆叫杏之壽 這是經過一年的培植了 然後今年我想要把它再來重新換土 不然覺得它好像太小空間了 我們今天要來將杏之壽杜鵲 以及這盆花瓶杜鵲 這都是日本品種的杜鵲 我們要來做萬盆 所以杜鵲的這個噴已經經過一年了 可能營養都不足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重新加一些新的露燥圖 然後把它修一修 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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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把它放進去 看拿下來底下的露燥圖還是很OK的 還是黃的 上面呢整個露燥圖都結成坨了 所以你看一整球 一整球的這個 我們現在 稍微把它 去跟剪一剪吧 就試驗吧 原本 其實應該早一點做 因為我發覺它好像 開始要長花花了 所以我現在修剪我也不知道 OK 因為 實在太多次要做 所以大概修剪一下 然後 然後 加入 這個 去 去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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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上面的味道 讓我一起刺激 我會喜歡他們的照片 我會想說 要保護我 是你猜猜 發生氣 我會想說 要保護我 就要保護我 你為何要保護我 這會是 好了大概休息成這樣 然後我們可能需要用水把它沖一沖乾淨 再來植入 瞧我幫他洗個澡乾淨多了 然後我們再來植入 這個是我們原本的分土 那我可能把他放下 然後切掉 一樣把舊有的這個玉堡皮呢 放在底下墊底 包括這個須根都一樣 都可以當肥 所以 現在是有的 我會把這個玉堡皮 放下 然後把這個玉堡皮 然後把這個玉堡皮 放下 然後把這個玉堡皮 放下 然後把這個玉堡皮 放下 加入新的鹿枣汁 放进来 底下垫一些新的鹿枣汁 这样大气的把它倒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原本的这个 经过修剪的汁再来放进去 好像到了一点多了 有需要等一下 好我们大概到入到里倒进那里 中间把它挖死 然后就把这个放进去 现在往中间放旁边 中间挖低 稍微的压实一下 我们还要再生一点 再把它挖一遍来 倒倒在锅 这样是应该就可以 然后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们再来 再把它倒进来 再把它倒进来 再把它倒进去 再放入去 再放进去 再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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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就完成了喔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銀稍微的修剪讓它重生吧 接下來我們要再幫這一瓶新之獸換圖跟修根 讓它可以長得更美 你看整個的掉出來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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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网再继续铺回去 土呢也继续放回去啰 其实我没有再加什么就是露导土会加新的让它营养充足这样子 其他的其实底下还是放旧的 因为它的根其实也还好 因为到整个到底部 所以我们大概二分之一还是放的原本的露导土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要来做修剪 你看 也差很多了 炸干的剪 上面的就是 也炒了不少 就可以稍微把它清熟一下 让它再重生吧 让它再重生吧 修不修 修不修 你炒得更 让它掉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要去帮它洗个澡 好了 好了 你看洗过澡以后 又这么清新亮丽啦 不再是灰头土脸啦 好了 我们准备来帮它 放入盆中 所以勒 我还是一样的把这个 打炒先拿掉 然后 一样的放进 这个旧油的露导土 没有关系 这个就当做营养 放在边边边 好 好 我们就倒进一边 先倒一边 好 就大概这样子 稍微压实一下 好 好 我们就可以 再来加火 再来加火 大杆加 大杆加 大杆 大杆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只要把它 浇水浇透了 让它从底部漏水以后 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 三五天以后 再来慢慢的 接受阳光的熏陶 它就会继续长大开花啦 期待它开花美丽的样子 真的要早就会做了 灯水浇透了 新鲜水浇透了 纸水浇透了